我們跟Acer的合作其實要從2018年開始說起 當時我們這個跨領域設計中心以及交大的跨領域團隊 參加了杜拜所舉辦的中東太陽能石像全能力界竹競賽 那所以呢我們在回來台灣之後 持續的在跟Acer在討論這個合作的可能性 那根據我們其實都非常重視跨領域的合作 我們都非常重視設計的教育 我們都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育 那關鍵的是如何讓設計的工具跟技術跟想法 通通進入到我們學生的基礎的知識裡面 那結合Acer新開發出來的Concept D這樣子的系列電腦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新的Concept D創能無線中心 根據於這樣子的硬體設備 我們也去開發出一系列的Concept D為學分這樣子的課程 那透過這樣子的專業實作課程 我們發現到其實電腦它不一定只是一台電腦 它更重要的是它背後能不能夠帶出更多的 跟激發出更多的創意 或者是引導學生再更往下一個層次去邁進 所以我們過去要跟學生講說這個物理運算 還有particle的這種運算 可能動輒要拿工作站要搬過來 現在要demo的話很簡單 筆電打開 所以你回家就可以用各種的這個物理運算 物理引擎 去模擬各式各樣的東西 像現在做動畫啦 或做影片的剪影 那現在是剪的同時你看到幾乎就是完成品的quality 你已經知道它跑起來會這個樣子 所以你在修正跟接近完成品的那個loop 就不會像以前這麼長 光這個的改變我覺得這個就是GPU是鞠躬絕尾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阿瑞那我主要是一個YouTuber 我主要是會玩Minecraft 然後有時候會拍一些像Premiere的教學影片 然後我同時也有在學習3D的這一塊 那主要是以角色動畫為主 那基本上Premiere Pro它很吃顯卡的效能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NVIDIA GTX系列的使用者 那現在RTX系列的顯卡出來之後 它NVIDIA的CUDA核心呢 它可以加速我們Premiere Pro 不管是預覽啊編碼或者是在就是輸出的時候都變得比較快這樣 那我自己有在學就是3D的這一塊 那我主要是以Blender為主 那因為像我們在調角色動畫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需要就是讓它播放然後預覽 因為很吃效能 所以我之前都是在我的桌機上面進行這樣的動作 那這次使用了Concept D的這個筆電 竟然也可以做到跟我主機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還蠻驚訝的 就是我們這次參加這個展覽的名字是台北當代藝術節 它的主題叫Retransense 就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就是它可以給我們人的感知造成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再來完成這個project的時候 會用到很多的一些工序這樣子 需要一些電腦的一些性能的要求吧 會對我們來說工作會比較方便就是 可能所有的專案其實都可以用一套系統就可以完成 不用說就是一直更換這樣子 也方便去帶到展場去做一個demo 所以我們實驗室呢在做的就是 參加美國國防部的一個競賽 我們去地下進行探勘 然後需要克服各種包括地形障礙 包括通訊的障礙 還有搜索的各種不一樣的難題 我覺得完成這件事情最重要的 其實是在做整個系統的整合 那上面除了會用到影像辨識啊 然後各種不一樣的功能以外 你最重要是要讓它所有的東西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穩定的去運行 其實建築書裡的東西非常的多也很複雜 我們常常會建構一些建築的量力空間 構造啊 結構啊 甚至是更小的 像是窗框啊 欄杆啊 然後家具我們都必須一起建進去 那這時候電腦它的運算效能就必須非常的強大 除此之外 我們要讓自己有效的和別人溝通 我們就必須繪製漂亮的建築模擬圖 然後這時候就會運用一些軟體 像是V-Ray 像是Ariel Engine 那這些軟體都會耗用大量的GPU的即時運算 然後還有光線追蹤系統 讓我們能夠在一邊調整拍子 一邊調整光線的時候 能夠即時的看到我們所想像的那個 建築圖的樣子 一般的設計者其實都喜歡比較有簡約的配色 那這次Concept V 它可以可以以黑白為主 就很符合設計者的品味 其實建築的工作環境比想像中來的更混亂 我們常常一邊轉電腦的模型 走邊一邊做自己的實體模型 那手上其實有很多殘角啊 漆壓 驗料 或是現場有很多的粉塵 有很多的木屑 那在清理Concept V的時候 它其實比想像中來的更加容易清理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髒 我覺得Concept V系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嘗試 就是把很厲害的效能加上創作者的風格考慮在裡面 符合不同層級的這個專業使用者的需求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像中施設計的一些這個省 我們仍然有點很強烈